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津津 568集 两人面露犹豫 见两人这副姿态 由审讯犯人经验的萧冲 开口说道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你们如果主动交代问题 在量刑的时候 对你们会有莫大的帮助的 我们已经杀了人了 作人是坦白 那也是死刑 死刑和死刑可不一样 如果主动交代问题 在你们死之前 还可以让你们见一面家人 听到萧冲这话 其中一名留着分头的男子 眸光一亮 没错 他心动了 这时候 萧冲又指向了旁边的一个 烫着卷发的男子 你虽然想杀人 但却是杀人未遂 不会构成死刑 你还是可以活的 主动交代问题 可以减轻刑罚 那卷发男子听了 连犹豫都没有 直接便开口 我说 我什么都说 对对对 我也想说 求各位给我一个 可以再见一面家人的机会 那名分头男子 也是紧跟着答应 你们两个都可以尽情地发言 互相补充 你们放心吧 只要你们提供了 对于我们有价值的线索 我会向法官求情 给你们从今发落的 两人听了 军事重重点头 你有什么想问的 尽管问吧 好 那你们说说 派你们来暗杀中年夫妻的人 到底是谁 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此时 张凡看了眼那个中年女人 中年女人也是微微点头 对王贵连施展禁术的 也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 但不知道他们口中的人 是不是跟施展禁术的是同一个人 你们有那个人的照片吗 在张凡看来 直指两人杀死中年夫妻的人 和抽走王贵连体内生气的人 应当是同一个人 因为 背后那人一直在激烈地隐藏自己 而且致力于 把中年夫妻推向前台 现在中年夫妻心中已经动摇 她便对中年夫妻痛下杀手 这更加佐证了这一点了 张凡让他们拿出照片来 目的便是让中年妇女确认 我曾经偷偷给她拍过一张照片 就在我的手机里 我马上拿给各位 说着 那分头男子急忙站起身来 从洞里面把手机掏出来 翻找起照片了 由于她的肋骨已经骨折了几根 所以 行动有些缓慢 找到照片 便把照片 递在了张凡的面前 那照片上 是一个身材重等 身着修衍装 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此人面带恶想 脸颊有些宽 眼睛有些小 众人也都是纷纷凑了过来 来看这照片 张凡打亮了一眼 眉头一皱 虽然身材很像 但是模样不一样 对王贵连施展尽数的人 跟这个人并不是同一个人 见中年女人说不是 萧冲和韩宇生 都把目光投向了张凡 不 这两个人 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 听到张凡的话 中年女人一正 疑惑地妄想张凡 先生 请您相信我 我是不会看错的 那人跟这人的样貌 差别很大 我不是不相信你 而是 这照片上面的人呢 根本不是他本来的模样 不是这人本来的模样 我没明白 您话里的意思 人皮面具 你听说过吗 我只在电视上 听说过人皮面具这东西 但从没在现实生活中看到过 您的意思是说 这照片上的男人 戴了人皮面具 没错 这虽然是一张照片 但是根本就看不出 面向里面的山系流动 却能看出来 一些宫门位置的纹路 而这个男人的脸上 到宫门的位置 却没有一条纹路 这一看 就一张人皮面具 张凡说罢 又看向那两人 你们还有没有其他的 关于这个人的线索 两人互相对视一眼 面楼思索 大概过了五分钟 那卷发男子说道 我想起来了 我无意中发现 他的右手手掌 好像被什么东西给烫伤了 手心里面没有掌纹 是一堆死肉啊 听到这话 不等张凡说话 那中年女子 毛子一寒 皱着眉头说 还真是他 这人还真是包藏祸心 利用完我们 还要杀了我们 闻言 所有人 都把目光投降了中年女人 我那一双儿女死后 我和老公 一直想为他们报仇 一开始 我们杀的 都是跟他有过节的人 但最后发现 他们并不是杀害 我儿子的真凶 也就是张先生所说的 我们误判了这些人 就在我们以为 找不到真凶的时候 这个手上没有掌纹的人出现了 他提醒我们 说我儿子 是跟王桂莲表白 被拒绝之后 才钻到大车底下的 他说 他是我儿子的朋友 在我儿子表白被拒绝之后 曾经给他打过电话 哭诉了一番 他能听出 我儿子心里巨大的悲痛 在这样的情况下 开车 必然是心不在焉的 我和我老公 本来就报仇心切 而且 事实上 我儿子也是非常喜欢王桂莲 所以 别信了他的话 一致认为 我儿子就是因为表白被拒 才发生的车祸 所以 才对王桂莲动了手 他告诉我们 他会尽数 他可以施展尽数 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王桂莲 为我们这双儿女报仇 但事情一旦败露 这杀人的国 得由我们来背 我和我老公也没什么亲人 而且都有命案在身 所以 当时就应了下来 在我们看来 只要能为我们那双儿女报仇 总人是搭上性命 也无所谓 听到中年女人的一番叙述 案情的脉络 已经是 渐渐变得清晰 而且 她还特地叮嘱我们 若是有人查到我们头上 我们就说 是给韩云生母亲服用的特殊药物 其他的 什么都别说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